喜开心庆生!狄英今年生日超悲惨煎熬度日,他人类想做这件事56年来最心碎。 狄英21日即将度过56岁的生日,但今年生日可以说是最悲惨的一年,因孙安佐在美洋言扫射学校遭逮捕,狄英与孙鹏为救子远赴美国。 25日即将是孙安佐的开庭日,狄英也一直陪伴儿子,据悉律师希望孙安佐用嘴协商,极有可能被遣送回台,但详细情况隔25日才得知。 根据ET Today新光云报道,孙安佐被关在监狱中已经有23篇,而去年狄英生日时,一家人还开心地团圆在一起。 狄英当时更写下我老公儿子我们你家三口一起过没有邀请朋友,老公送给我一个手还非常开心。 狄英过了一天很特别的生日,我的生命里有他们两父子我就拥有全世界了。 如今狄英与孙鹏可能也没有心情度过生日,因儿子的官司即将开打,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副处长杨光斌日前曾透露,孙安佐心情平静,且和育友互动家, 狄英第一次看到儿子穿着球衣时,当场在监狱崩溃痛哭,狄英二姐也透露狄英相当煎熬,但是却忍着情绪安慰其他人很不容易。 据悉狄英在20日传出球见孙安佐,刚好美国时间周四是例行探监日,夫妻俩应会把握开庭前最后一次机会,前往探视孙安佐。 狄英一家人因为案情尚未明朗,一家三口和十才能团聚也是个未知数,不少网友说今年会是狄英最煎熬一年,也是56年来最凄惨的生日,曾经喊话拥有全世界的狄英,今夕对比让人感到心疼与不舍。 狄英加油,还是祝狄英生日快乐,儿子会没事的。 狄英,1962年4月21日,本名林佳璇,袁明林妙希,台湾女演员,主持人,生于台湾,外省人第二代,祖籍中国浙江,曾参与歌载戏,电视剧及综艺节目的演出。 狄英与艺人王彩化,狄智杰结伴。 狄英和同事艺人的孙鹏共同演出于1997年华世电视剧《我的阿爸我的字》,近而相识,交往,并于1998年6月9日结婚,两人育有一子孙华,后改名孙安佐。 结婚6年,双方由于细故争执而离婚。 后来他们复合,再度结婚,在2007年6月29日10点正在关岛Leo Palace高尔夫球场内的德安纳罗戒指教堂,Tel Anelo Chapel,再婚。 2007年7月9日晚上,在台北军乐大饭店凯乐厅举行婚宴,其开四十三桌,由广伟中正婚。 其独子孙安佐, Until Sun,于2018年3月因在美国宾西凡尼亚洲上,打笔式就读的邦纳普伦德加斯特天主教高中,Banner和Prandergast Catholic High School,扬言要涉及学校而遭逮捕。